一颗颗色彩缤纷 QQ软软的胶囊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洗衣球 我们家有在用 这个不是食物 翻到外包装 虽然有标示非食品 却还是发生长者务食的情况 好像没有特别标示 可能因为我们放的位置 就在洗衣机那边 所以小孩子是拿不到 洗衣胶囊主要成分为 贱面活性剂 务食可能会恶心呕吐 一般人不小心务食易务 第一时间会想要催吐 但这其实是NG行为 你千万不要催吐 因为催吐当中 这个异物可能会 伤害到你的食道 或者是一些内部的器官 因为催吐这种压力差 容易造成食道的撕裂 那甚至是大量出血或穿孔 如果这些清洁剂的内含物 不含腐蚀性物质 包括强酸强碱 那让身体慢慢把这些东西 排掉就可以了 除了洗衣胶囊 日常生活中 常见被务食的东西 包括电池 硬币 小玩具 食物包装里的干燥剂 也是常客之一 某些干燥剂里面 是有一些强 比较强碱或强酸的物质 因为它要吸收水分 那这一类的东西 在体内可能还是有危害 我们可以考虑做洗胃 去减少这些物质的伤害 不管是长者幼儿务食异物 家属会很紧张 切记保持冷静 静速就医 可能造成严重的腹泻 因为身体无法吸收 有点像是我们做大肠 进清肠的原理 可能会出现脱水 或电解质不平衡的情况 那这一类发生的时候 大多是会晕血 精神不好 那甚至嗜碎 体力虚弱 一时呼吁 即便务食的量不多 还是建议戴上外包装就医 交由专业评估义务 是否危害健康 大爱新闻 中报如于国伟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